請你 請各位 你心情是否很分 我剛才錄影 只是一段對白講的炳哥 都錄了六、七次 很大的感觸 我自己都覺得我每次講都不同 因為導演想我們講對炳哥的感受 我越講又越講到別的樣子 那一刻心情好像有一點激動 又講不到 我對不起 為何我每次講都不同 感覺那種難受 沒有辦法 因為炳哥突然間離去 她是我不能接受到的 正如她入院檢查都說 我出來會再發訊息給你們 我經常都感覺 原來一剎那可能就沒有了自己敬愛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 我們真的要珍惜我們所有的眼前人 現在通知了你她21號設立 是 是 是 我會抽時間去的 那女兒 女兒仍然知道我和炳哥都相識了很久 都說我寫一段短文去講我對炳哥的感受 那你知不知道阿琴姐是否知道那些小事 小事 不知道 不知道家人不告訴她 可能不告訴她也未定 不想她難過 因為畢竟都是很拍檔 那麽多年 我都一直跟她女兒 告訴她要堅強 就是自愛順便 因為她很疼她爸爸 她真是 剛才我講到父慈 女校 那段時間我就會 腦子又不知 想到去變 因為很多場面 你看到女兒陪著她 出出入入 這樣 因為親情是最重要的 有少少失落的 因為每天早上一早都會收到她的文安 每天早上都會 每天早上都會 每天早上 一年幾兩年都是 是啊 很有心 很有心 很不習慣 很不習慣 突然沒有了 她每天早上都發聲 過年過節都發聲 是啊